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動漫戰隊 繼續跟大家講講4月的番組回顧 接下來講這套的名字叫什麼? 格萊普利爾 我經常看名字都不知道怎麼讀 有點難讀 我們剛才也說了 今次有幾套都是混合的 這套在混合的裡面應該是最混合的 算是 開局真的最混合是他 我上次講過 男主角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總之他有一個能力可以突然變身變成一隻公仔 而這隻公仔是空心的 之後他發現原來是他們在城鎮不同地方可以收拾金幣 而金幣就拿了一個城市裡面 一個廢棄了類似酒店遊樂園的地方 可以換禮品 可以換禮品 冒險樂園嗎? 即是說出來是冒險樂園 有錢嗎? 是代幣來的 代幣要拿票的 要玩了票才可以換的 你用銀子換不到的 但他進去就不是拿票換禮品 他就是去找個汽水機 你進去就有個英靜孝雲配的便便地態的角色就會出來 然後就會達成你的願望 就給你一支飲品 就令到你的身體可以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而主角就是不知為何他自己變成了這樣 而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男主角有一次救了女主角 因為女主角其實在她記憶中 她姐姐是無緣無故變成怪物 然後殺了她的父母 救了她之後 兩個人的關係就開始拉上了 也好像發現 那些謎團好像有些東西很共通 然後就繼續慢慢 解謎也好 冒險也好 沒有這樣下去的故事 是 那整套東西都保持著是一些 我覺得是懸疑少少 或者是又有些打鬥在裡面的成份 那整季看下去 其實我單純看動畫來講 我覺得都OK OK是好看的 都沒有說有些什麼很特別違和的感覺 那個男主角又有成長 他成長也好看 女主角她那條線都我覺得都寫得有趣 也會吸引人去看下去的 還有慢慢寫到女主角她 就是她和她姐姐那一件事 但是她姐姐和男主角有一些關係 是的 那變成會引到大家對劇情有些興趣 我覺得很吸引劇情相對 是的 但是我主要想說她最後那裡 以我們單純看動畫來講 覺得是單純一個普通的結局 但是原來這個結局是完全原創的 那大概先說少少前設 總之中間說她們就認識了另一群人 就一起去找金幣之類 總之她們就擔心 如果有某些人收集金幣到一百個 就會做些 即是他們想不到幾嚴重的事 類似這樣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們不如收集金幣 不要放在什麼人手上 那又有了 接著遇到一些貼銀線拿金幣來做自己開心的事 也有 而女豬的姐姐那邊 原來有一群人好像是疑似在解決一些事 那樣 她還沒說什麼事 即是有幾批人在這裏 存東西 存分 換禮品 冒險學園故事 我真的覺得好像冒險學園換東西 接下來 真的有個大招 可能會劇透到 不知道會說到 大家自行判斷 可能想看完之後才再聽這裏 那你可以用現在斷落的東西 因為現在我做斷落飛的那個 那你如果是聽我上載版本 你可以飛斷落的 那直播的你自己先撒一會 那我可能會說到一些劇情 那原創的位置其實都 挺有趣的 原創位 因為現在我看了很多討論 有些原作粉是挺不喜歡的 是 他就說這件事改得太多 但又有一些原作的粉絲就說 但他改得來最有趣呢 就是他件事又可以無逢連接 回去漫畫之後那一張 其實以原創結局來說 這個動畫我都很少見的 因為通常見原創結局 他們通常就找些位置 隨便說我們的戰鬥未完 這樣就有一個鏡頭 這樣就完了 但是他呢 整集呢 他就是有一場在原作是沒有的戰鬥 然後呢 到最後打完之後呢 搏返那個鏡頭 搏返下去 就是原作的那個位置 嗯 變成了直接搏返回漫畫看都沒有問題 對 或者是他要出第二季的 直接出也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他又厲害 就是沒有破壞到 原作的設定 原作的設定 原作的劇情 是的 就是有些事情他們不知道 都是不知道 就是因為這樣的 他現在很有趣地 他在這個Ending裡 理論上 他是把某些部分都讓我們知道了 嗯 但是那些部分 如果那兩個主角知道了 他們去行之後的事情 理論上會很不同 就會跟漫畫那部分不同 但是總之 現在某些的處理方法 就令到我們觀眾又知道了一件事 但是那兩個角色 理論上就不知道那件事 然後他們就會繼續做漫畫同樣的事情 所以他走不走 這個位置我覺得 挺高明的 寫得出來挺有趣 挺高明的 很少看到那些動畫是這樣的 是的 我感覺上動畫 他有兩件事 他在結局那一集一定要做 他很想做的就是 要動畫版一定 至少要跟家姐再覆卓打多一次 因為前面就是 他們被人指壓了一次 因為家姐有關主線的事 他們兩個都要多開一次拖 所以他動畫版 最後一集你的動作場面比較好看 他又做了 還有那一幕也打得好看 而另一件事 他又必須要給觀眾 愛知那個大橋 如果我連大橋也不知道 你去追回漫畫的那種動力 或者期待第二季的那種期待值 都會差很遠 那現在大橋若干東西 讓你再知道了 那我自己 我是挺期待他有第二季的 當然原作量好像是不夠出的 但是我也有些想找回漫畫來看 去做到 但是讚了他 不過也有些事情可以批評一下 首先說到結局那件事 因為結局那集是原創的 某程度上 雖然他解釋了幾個大橋的東西給我們聽 但是因為一集之內要做太多 變成很趕 很趕 還有有些東西我會消化不及 是 我是完結之後看回別人說 或者再問一些東西 我才明白他什麼事 其實如果單純看動畫 而沒有看原作 或者沒有找任何資料去再補的話 你單純就這樣看最後一集 其實是會亂的 是啊 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交代 感覺不是太好的 是啊 動畫只是那一集就 他做到要做的東西 但是我們必須要之後去想 因為你在那次 要是你要再找資料看 那這下就 有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這個處理上也有他的問題 那叫做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才說了 他可以駁回原作的位置 就讓你補回去看 沒有搞到任何東西 那第二樣 也是引到你去看原作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做得不錯的 是啊 結果那裡他有做得好的 也有做得差一點的東西 就是兩題 但是撇開了最後這一集 其實之前那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都好看的 還有沒有什麼不合理的東西 就是我略嫌有些角色 就出來的用途就差一點 就是有一點沒什麼意義 我嫌有一點點 可能在動畫那裡會有些取捨剪了 可能是 那這件事我不覺得是 有些沙石位 還有那些角色雖然我覺得 嫌他沒有什麼作為 就是好像沒有太大用途 但是如果沒有了角色 又會有些東西走不通 就是你嫌是表現差跌 就是有些人覺得 那些人好像 我預料有 好像出來是純粹為推劇情 就是我預料你有些作為 但是結果你真的沒有什麼作為做出來 那我嫌差一點點 但是其實都是沙石的 就是又未至於是犯駁的 還有他整條線又拉得順 還有男主角的成長 某程度上又透過很多角色 又是推動到的 所以就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套是好看的 OK的 OK的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是的 那這套差不多了 然後那一套 理論上這件事很寫實的 所以裡面做的東西 但是裡面 他細節玩的東西有時候 真的挺酷的 那就是這個 聽我的電波吧 是 那我伸促上次那個說過 他說 原作者是沙川廣明 那他寫藥乾的東西 都挺酷的 那這套 所以他本身是 雖然是講一個 女主角總之是電台做事的故事 這樣說 但是其實他裡面有些東西 有時候都真的 就是 蓋不到作者本身 是過來混混的 那種味 是 我也看完這套東西 其實他有些情節 我覺得都 有趣的 就是他不到最後揭出來 你都猜不到 是 我最記得就是驅鬼那集 驅鬼那集 驅鬼那集 我真的猜不到 是的 我們都再提一提的故事大概說什麼 是 大概就是 說那個女主角最初 其實是 一間 咖喱店裡做事的女生 就是 樓面這樣 但是 他有一次就喝酒 他喝酒的時候 就認識了大叔 但是他那天就失戀 然後他就跟那個大叔 就在那裡套苦水 像酒瘟一樣 他在那裡奏自己之前的兒子 是 不斷說他的兒子 說 罵了很久 中間完全沒有停過 沒有任何停頓 沒有任何 卡了字 也沒有任何 無緣無故咳咳咳 沒有這些 而這個 阿叔就覺得 這女兒可造之材 所以同時間 就錄了去音 而錄完去音之後 在他喝屁股的時候 就困他簽了一張東西 那張東西就是 你同意把這聲音拿給我 任我做什麼都行 那原來這個阿叔 就是電台的大監製 大監製 那大監製 他就有一天在電台那裡 突然間播了這聲音出來 那現在這個女主角回到阿公的時候 糟糕了 為什麼一間店裡 在播那聲音 在說話的那個人 不是我來的 那這些東西不是我早兩天喝酒 那時候說話的 為什麼被人播出來 那立刻工都沒有了 就開一輛車 就衝了出去 就鏟過去電台 就找這個大監製 就是找你復仇 找他 你為什麼要播我的聲音出來 那大監製就說 我們電台 三秒鐘沒播就很嚴重 八秒鐘沒播我就沒得了 你以為我停一聲音 OK 你進去坐我的咪咪給你自己說 然後他就真的進去了 然後他就叫做 第一次就對了咪咪說話 然後這個大監製 就因為他在暗地裡 就覺得其實這個女生 她是可造之材 她是可以成為電台的明日之星 所以其實就是搞這麼大的事情 就是要令到她 加入電台的工作 那結果呢 他在那間咖哩店裡做事 也浮浮沉沉 老闆說炒他 但是老闆就炒車 結果又找人回來頂 那又有 結果他同時間 有時候在那邊幫忙 但是也是回到電台上 結果是給了一個深夜的節目去做 日後就回咖哩店 晚上就去做電台 電台 而他去電台那裡做深夜的 那因為深夜 那監製說 你是要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經常搞了很多不同的企劃 那些事情 給他做呢 那有很多很會追蹤的事情 例如有時候做廣播劇的那些 玩到的 尾段是即興的也有 那些廣播劇的內容 追蹤的爆也有 然後收到那些內訊 有人說 我的前女朋友 死了 她的鬼魂 在我家屋裡出現 每日我家屋都有靈異現象 我想你們來救我 然後就說 你拿一支屋蔭筆過去 去那裡做採訪看看什麼 他真的是大耕製來的 所以就做了很多很河草過癮的事情 即是他做的事情 其實最後看起來都挺有趣的 即是每個 每件事每個企劃 其實尾段都圓得挺過癮的 挺有趣的 即是初時我看的時候 他還沒解釋到那條主線 即是你一開始 就經過紅癮那裡 其實我那時候 我是放下了一段時間我沒有看的 有少許倒了你的米 他是倒了我的米的 那到我真的要開咪了 那我就開始補回這番的時候 我都開回來看 那才再看得完 可能開頭那時候 真的有少許趕了我走 即是紅癮那裡有少許 在想你做什麼 我是覺得這套東西 到底是在做什麼 但我有一次是 駁回第一集紅癮那裡 是的 駁回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明白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你的監製痴癮的 原來因為你那份稿 在那裡是叫你自己搞定它 全部自己想 那些東西即興 在某程度上 他不是那種超級日常的工作犯 就是監製總是給一些奇怪的東西 覺得你可以做到一些與別不同的東西 所以就玩到一些 在電台來說 真的挺酷的東西 但他有時候會帶回一些提供的 就是以前可能有電台節目 玩過這些東西 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你以職場來說 另類一點就挺有趣的 嗯 這套東西 我最後一集 我也覺得做得不錯 很好看 那一集 就是最後一集 他會考驗到他的 急財 急財 起碼是一些突發的事件 可以讓他發揮到 還有他又說到電台在某些程度上 如果電視又看不到 其他媒體用不了的時候 你電台是可以發揮到他的狀況 也想說這件事 是 透少少劇 尾那裏有少少微微的災難出現了 就是突發情況 大家還不知道什麼事 變成電台那一刻 因為他在直播中 在on air 他就不可以停 要繼續說 但要是你如果有些突發事發生了 電台你要馬上 那個模式調整你 不是做回你自己正常的事情 你是有時候 可能要給人家一些災害資訊 或者要穩定一些人的情緒 他那一刻突然間 就有這個重任上來 因為他正在做節目 那下一節那個人 都知道有什麼事 就馬上趕快說 幫他救他 但中間幫他頂了一些時間 其實都會看得出 女主角是很努力的 因為他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你會看得出 他真的有少少手忙腳亂的感覺 最好看的位置就是 覺得自己做不行 這些事情不應該找來 我外行人 我自己做的 入行不久 那個監製 因為他一直都是寫字 好像伊利沙伯那些 舉個牌給他看 他那時候就寫了一句 你覺得你自己還是外行嗎 你現在做到 其實做了 我沒有記錯他說 做了半年了 有啊有啊 他做了半年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 他已經成長了 成長了 他在職場那裡 那甚至乎連監製都對他是 信任很高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拿來做最後一話 那是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當然他同時都有 放了少少少伏筆在那裡 其實就是 如果要做第二季 他有其他東西 有其他角色可以再發展去玩 就是現在的角色 其實是可能做著作家那些 投稿過去 就是想去加入電台 也都有的 那他那方面有趣 還有那個女主角自己人生際遇的方面 例如他以前那個前男友 他那些東西又寫得挺過癮的 或者可能他身邊有一個 是喜歡他的人 那那個關係有一種 就是 我現在懷疑你去找另一條女兒 但其實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你又不是真的是我男朋友 我又不妨礙你 但又好像小小不是很狡猾那些 他寫得挺有趣的 不是啊 他出來想著 我就是想著用什麼方法 對他 對他 前男友想著 我出來 我為什麼要做低他 是 有心軟的 挺有趣的 然後出來就變了心軟 然後還了半錢 他那一刻 然後就呆了 對他 那這些位置我覺得是寫得挺有趣的 他人物關係那裡就不是很少年漫畫那種的人物關係來的 某程度上都叫做是成熟一點點 真的出了社會做事的人那種人際關係 嗯 但是又挺有趣的 寫得 人物那方面我覺得真的都寫得挺寫實的 我感覺是 那當然你裡面的劇情又不是很 那裡面的節目內容 那些廣播劇內容就不寫實了 他出來取材那些都是 玩得到什麼樹海埋了前男友那一刻 找到我那一段戲 是啊 是有趣的 還有他有些雜數 他譬如說做配音做效果那些 也是有趣的東西 有時候說以前年代做生意法 和你這個年代做生意法有什麼不同 那些 剛剛學學Audition 對 那個老人家說 你說裝了Audition 你說想試一下嗎 這樣 那是有些 這些位置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 還有小題材講電台這方面 那 題材我覺得算是比較冷門一點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看起來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是啊 那這套 我們絕對是推薦的 是 那特別我如果叫做對支咪講話 那樣 更加推薦這一類題材 我們也肯定是 喂 那這套差不多了 那都推薦大家看一看的作品 那下一套 那這套又是很推薦的作品 今季來說 是 如果單純以劇情去計算的話 我這套我是今季最喜歡的 嗯 是的 那是 我頭三一定有 隱瞞之士 是 九米鐵康志的作品 是 是 在我們上一次做展望的時候 我經常在講 其實他每一集我看的時候 心情那個起伏都很大 是 譬如我內容那一部分的時候 都很多笑位 都引到我笑 但是他鏡頭一拼過去 現代線 現代線那個位的時候 整個 整個 都會變得很 好 是 很凝重的感覺 或者是你看回那些往事 即是前半部分我們看到那些往事 我做運慶 然後到這裡 就馬上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冷清後面 是的 變成我看的時候 心情起伏都很大 被他拿出來玩 是的 大概 因為這個故事 一開始就是講一個女生 就已經是 應該是高中生 18歲 剛剛18歲 她18歲 18歲的時候 她就去了一間屋 而那間屋 很明顯是荒廢了 很可能沒有人住的舊屋 而她進去就發覺 原來她的爸爸 是有些東西隱瞞了她 在那裡就知道了一件事 原來她爸爸是漫畫家 而她爸爸就是隱瞞了很多年 沒有告訴你她是漫畫家 但是那時候 你想想 一間廢棄了的屋 沒有人住很久 一個18歲的女生 才拿著鑰匙進去這間屋 她整個屋 就覺得 好像有點噴噴 你感覺到有些事情發生了 就是這句父女 但是接著 再到另一邊 就是講這個女生 還在小學生的時候 她和她爸爸在往事 而講一下隱瞞她的爸爸 就是現在那條線裡面 阿神哥好史配的那個爸爸 然後每一集就是 那部分就是 這個爸爸如何隱瞞著女兒 去做漫畫家 做漫畫家 有什麼趣事 跟女兒相處之間 有什麼溫馨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在那一集的開頭 或者結尾 就突然轉回鏡頭 去那女兒 18歲的時候 就在那間屋裡 找回一些東西出來 這樣去 就是找回她 上一集看到的東西 就有關係的 有一集就解 每一集就解多一點 每一集就解多一點 但是那時候 最初我看完頭兩集 我有一點點不敢看下去 我有點害怕 你怕過胃痛的東西 對 我有點害怕 但之後阿騫哥就說 真的很好看的 我都有開回來看 結果都很滿意的一套作品 是 順帶一提 我們現在在動畫上看的時候 剛才大王都說 是不停穿插 現代線和她的以前 那些東西 但是我看完這套 接著開始看漫畫 接著我就發覺 原來她的現代線 就全部塞在番外篇那裡 那你實際看那些 就是看她爸爸做事那些 變成那個Crosscut的情況 就沒有動畫那裡 剪得那麼漂亮 這方面我會給動畫製作組 一個挺好的評價 即是她是在漫畫那裡 那些叫現代的東西 就是在番外的 即是在那間屋那裡 即是在尾段才正式回到現代 說什麼事 是的 那就是動畫組做得很美 我覺得做得很好 她有些時候是 做完那一集很溫馨的東西 接著一拍那個海 那是蓮倉 那一拍那些海浪 然後我想 哎呀又來了 那一播BGM 那一刻有時候有些 剛才那裡看到很溫馨的感覺 很溫馨的人 被人家吸回那裡 見我女兒自己一個在那裡走 那一刻心情都 我真的被製作組和作者拿著來玩的 有一個就很明顯的那一集 即是她說那時候她媽媽準備了 每一個生日都會有一個箱 是的 裡面都有 準備定 準備定在那裡 這麼多年了 減回到現代線那裡 為什麼會多了幾年的箱 原來她爸爸幫她弄了在那裡 放了在那間屋那裡 那一下真的減下去 那一下我就覺得 不要了 我是這樣 是的 而結局怎樣我當然不會說 是 因為真的留待你自己去看 我覺得真的自己去看好一點 因為看完後 我覺得整件事很完整 寫得很好的 就是看完之後 你是覺得很完整 我是一路看的時候 都會很擔心 到底那個結局會變成怎樣 而真的看完後 我應該覺得很滿意的結局 結果很滿意 而且她真的每集 那些叫吸回到現代 你越來越知道多東西 你開始都自己慢慢猜 究竟是什麼事 那一刻其實 這個位置又會還沒幾足 是 就是給我們觀眾自己 每集多了資訊 去猜現代線發生什麼事 但是 先不提這一部分 你提回 真的說過爸爸和女相處的部分 無論是她做漫畫家那部分 也很好笑 就是很明顯 我們這些人都經常說 九米田康治 一條真的小氣西氣 那她說漫畫家那部分 也很好看 有時候說她和編輯那些東西 怎樣 有一集無故說她以為自己要被人腰斬 那一套東西 那一集我笑到 我笑到瘋了 那一集我笑到 即是她笑到 我是笑到 直接笑到 嘎嘎聲的 是 但她和女兒那些關係溫馨的東西 你是看過個人很亂的 真的 而且她每一集 即是跟女兒說的那些東西 會延伸到她去做事那裡 都會有類似的東西發生 然後或者是到現代那裡 都可能會賴到 我覺得這些東西寫得挺好的 如果劇情 無論是現代還是以前那條線 那些東西 cross cut也好 連帶的東西也好 那一集的一些 point 可以連帶幾件事也好 也能做到 然後 溫馨也能做到 搞笑也能做到 連阿九米健康自己的小氣也能做到 即是說漫畫界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多東西都做得很厲害 面面俱原 還有聲優表現都非常之好 嘩聲優 本身陣容很強 神高浩士一定配的 是御用男主 御用來的 但是高橋妮姨她都配得非常之好 她配她小時候的聲音 還有她一轉鏡頭過去 她配她大過的聲音 你又是 聽到很明顯是兩種不同的聲音 即是好像真的一個小孩兩人一個大過了 對 還有給我感覺到她兩個人不同 我覺得她配得很好的 而且因為她其他聲優很多 即是所謂配角的那些 其實她配角找些大片 她配角那些 不是配角那些來的 整堆的很大名 你真是迷聲優的人會看 但是你本身作為一套翻組 我覺得不看酒保的 幸好阿軒哥說 為你記住把它清掉 今季是最應該看的 是這套 對我來說 應該是叫我為你記住把它清掉 我清完之後就明白 是真的 我不看就真的走一步 我們高度推薦各位去看 那個高字要走音 我們高度推薦大家去看 不是這套 跟著那套 好像對戀一樣 這套是隱瞞之事的那套 作日之歌 好像對戀一樣 要對著下去 今季最後一套說 就是作日之歌 對 這套 我也差點走保 其實這套是動畫攻防的作品 初時我都沒有留意到 差點錯過了 跟著都補回來看 這套是講四角戀的關係 通常我對這類作品 我都不太看這類的東西 我想你的心態可能是很害怕 怕胃痛 或是做到韓劇那樣 我看我不想 但是整體我看下去的感覺 這套是看得舒服的 動畫攻防呢 這次他畫出來的畫 我覺得是 我們印象中的動畫攻防 都是方文的一類 就是比較柔和一點 或者是畫一些小女孩 或者是畫一些有趣的那些 這套他就畫那種畫風 是跟以前那些有些不太同的感覺 即是現在很明顯是劇情向 即是一些人出為大人來的那種感覺 那種畫風 那很多畫面都覺得 我覺得畫得蠻漂亮的 還有每一集看的時候 我都會有追著看下一集的感覺 那最後的故事是完完整的 故事呢 不如大約講一下劇情講什麼 那就是一個男生 他就是出來工作 讀完書 然後呢 就覺得自己穩穩惡惡的 我不想 鹹魚 對 是一條鹹魚 基本上是一條鹹魚 那他就不想去做上班 那些覺得好像人生沒什麼意義 那些那些 我真的很喜歡上班 那所以呢 他就決定去便利店那裡打工 那樣 即是炒散算那種 炒散算的 甚至乎有些什麼機會推薦他做其他工 那些他就說不要啦 我做這些算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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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鹹魚 直到有一天呢 突然在上班的時候 在後面餵貓 即是那些過期的餵貓 那些過期的餵貓的時候 突然間就出了一個女主角出來 就在這裡 手拿著一隻烏鴉 是他餵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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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得我 我以為一滴血淋淋滴 嚇得我 不是不是他餵貓 是他餵貓 是生歐歐的 嚇得我 是餵貓 然後對著他 就在這裡 開始就 纏繞他了 是 那發現原來這個女生 就在幾年前 即是男主角還在讀書的時候 因為一次逛街地經過 男主角跌了一個新聞證 跌了一張身份證 然後還回給他的時候 就一見鍾情 然後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 都在尾行追蹤他 是的 轉了姓即是開始 主動出擊 不是只跟蹤他 每一天都會去便利店找他 而另一件事 就是男主角在讀書 讀大學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女生 一直以來都暗戀他的 即是女生暗戀他的 男的暗戀他的女兒 暗戀他的女兒 是的 那女的跟他 就沒有什麼發生過 沒有什麼發生 那就完結了他們的學習生態 然後有一天 就出來的 學生聚會 然後又見得回 那些 打算繼續回 終於見得回 你就走 不如回去 再追過去 對 這樣的劇情 這個大學式的女生 就是花札香菜配 她也是很典型的 花札那種 氣場的女生 感覺 一說就明白 一說就明白 她是中學的老師 當年就是教另一個 剛才說過 那個女生的老師 那時候那個女生 就被人踢了出校 有一段關係 然後她兩個 爭仔是一個故事 剛才說四角戀 其中有一個 就喜歡老師 我挺怕你 那是烏鴉計 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她的故事發展下去 都很好看的 我會覺得這套東西 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她對人物的描寫 寫到她們內心的變化 內心的轉變 我覺得寫得很好 是的 劇情推展很多 我覺得挺好看的 但結尾是完整的 結尾 接著就要說結尾 結尾就是收得比較急的地方 嗯 那我就免得劇透那麼多 就是前面那裡那麼多集 其實都是很 看得出那個角色的內心描寫 他們內心有什麼轉變 都看得合不合理的 但是去到最後那裡 就明顯看到她是真的收得很急 嗯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心理轉變呢 描寫是不足夠的 即是不可以那麼短時間 是的 真的 多些描寫才下去好一點 我會覺得她會轉得太快 不合理 去到 噢 去到不合理的地方 即是結尾就急了一點 轉得很大 嗯 看到出來那個感覺 我會覺得那個男主角 變成一個仆街 是嚴重到這個地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那動畫一種埋著尾 收尾收得不好 我變成尾是真的差了一點 嗯 還有我看回那些人說 他說原作那裡是很多描寫的 在那個位置 即是那些轉折位就是描寫的 但是變成切斷了 那我就覺得尾是比較可惜的 嘩 即是這個真的在節奏掌握那裡 差了一點 那如果不算過尾 算過前面那些位置 其實我看得挺開心的 那如果照樣說 你看到差不多到尾 那一刻 你要開回漫畫來看 可能就 可能會開心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 這套見面都整體好推薦 整體我都推薦的 我甚至也看見幾多人說這套 因為開季的時候 即是每季都是的 一些真是二世紀類作品 或者一些聲優陣容 即是拿來銷售得很厲害的那些 或者一開始有很多服務的那些 或者有很多爆點的 這些幾類作品 多數在季初的時候 就會被人們先把描寫出來 又說什麼黑馬 又說什麼霸權作 或者有些真是續作很高期待值 好像輝夜機那些 這些多數在季初就會拿出來 就是被人們focus 當然很厲害 放在射燈照著 但是這一套 這一類有時候 這些 不能說什麼 就是叫做 不是那麼多 比較小品類 小品類那些 有幾多一些如果做得好的 都是在季中的時候 那些人會抽出來 其實這一套 都不要miss了它 看看其實OK 那這一套我見到多人這樣說 我見到多人說 其實這一套 你miss了一些可惜 其實可以 季初不太多人說 但是都可以拿出來看 看見幾多人這樣討論 那當然 這個時候 兜個圈讚藍哥 藍哥季初 他說這個值得留意的 跟藍哥 沒有死 對吧 對 喂 就是我這次多好 沒有過來 不是抽他水 讚他 對 對 多好 真的 新宿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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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喂 那我這一刻就直接對加新宿 哈哈哈哈 喂 那這一套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整體來說這一節那四套作品 都是值得一看的 嗯 那都是說 你是值得我來看一看 看自己喜不喜歡去留意一下的作品 沒錯 喂 那我們今節都差不多先了 待會那一節回來呢 那個名字就厲害了 直接叫做這個 翻組法庭 那今天呢 有三套的作品呢 就要上庭受審的 那當然啦 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這次是沒有開掃來的 所以情況呢 都不是以前某些季度那麼惡劣的 那叫做這幾套可以討論一下 聊談一下 因為上次我們都是說 評論我們覺得是較為微妙的那幾套 值得拿出來聊的東西 那既然上次說是微妙 那這次拿來就看看 喂 到季尾那時候 完季了 那他們的表現如何呢 那就可以在法庭上慢慢探討一下 那我們再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四節動漫戰隊繼續 好嗎 好嗎 好嗎